劝习近平别打贸易战旅美太子党,要以牙还牙你没牙。 中国前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清大将二儿子罗宇常年屡进美国身为太子党成员的他近期受访时指称曾写信劝,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停止和美国打贸易战,你要打牌你没牌,你要以牙还牙你没牙。 罗宇指出中国股市因这场贸易战崩盘会是状况同样惨淡,从此方面就可看出贸易战根本不该开打图鞋取自看中国。 罗宇在中美贸易战开打后曾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他指出, 中国股市因这场贸易战崩盘会是状况同样惨淡,从此方面就可看出贸易战根本不该开打。 另外,也引出许多问题,诸如上海女子董姚琼,向习近平画像泼墨风波,以及陕西社会科学研究院, 针对习近平当年知青下乡的梁家和开设研究课题拍马屁等事件。 罗宇希望习近平能够顺应民主潮流。 他在访问中,表示在他写给习近平的信中,提及中美贸易战知识明确向习表达和美国作对, 你要打牌你没牌,你要以牙还牙你没牙,这样的行径,相当不明智些美国总统川普, Donald Trump并非容易唬弄的等闲之贝罗宇说, 你一方面想跟美国人握手,说什么因为要跟美国人搞好关系, 一方面你又吹马克思开什么马克思纪念大会,然后你实际上干的还是官僚资本, 主意川普不是好唬弄的美国根本就不相信,你是要跟他握手。 罗宇认为美国希望中国能实现贸易平衡,现在贸易战开打, 他争500亿,你也争500亿他争2000亿你怎么办啊? 罗宇认编刘 罗宇议 罗宇议 罗宇 罗